大家好,我是曼露,印度人 你们记得吗,我前面拍过了一个视频 这边后面有很多医护的人 他们要政府那边要求要工作 还给他们一些每天或每个月的总的薪水的工作 这边很多人是抗议的 当时很多人住在这边 他们24个小时在这边 饭、洗澡、厕所都在这边 为什么不可以支持他们 因为我想支持他们 那警察是不用支持 因为是他们前面跟政府合同了 这是合同 就是你们几个月几个月工作满足了 你们就可以走了 你们不用在这边了 不过我跟警察聊完的时候 警察说不要支持他们 那个是不对的 因为前面他们的合同已经finished 他们可以回家了 不过他们的要求就是 我们一辈子都要政府那边工作的 政府说这样不对 因为我们这里如果想要政府工作的话 先要考试 要很好的读出设计才可以去政府那边工作 我们那些三方里面 这种的医护的人有两万八千个 那个是 impossible 没有考试直接给他们工作 因为有一些人是 not 因为那个level嘛 为什么给他们 这个是太 对就是其他考试的人进去当医生的那些人都不公平嘛 他们就是一直抗议 就是一定要不用考试 就直接去工作 所以呢警察就说支持他们就不对 不用支持了 我这方面就没有支持他们 我就是替外面找就是哪一个人是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就帮他们 走吧 这个是凯顿 你们知道吗 凯顿 现在我的新的朋友 我没有知中国 我只知道印度货 我只知道印度货 印度货